湿热在中医看来都是肝和皮堵了 身体里有湿热用了很多办法都没有用 该怎么办呢 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很多老中医都不外传的秘诀 中医看来湿热的产生一定离不开肝和皮 湿气就像沼泽又浑浊又粘腻 这个沼泽的形成跟皮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皮负责运化水液 如果皮的运化功能湿长 水液停聚 时间一长就会形成湿气 湿气是流动的 它会流动到全身上下 离它最近的肝脏就会首当其冲 导致肝气的输泻功能失常 气血运行也会跟着受到影响 就像一条路上红绿灯突然失灵 这条路的交通很快就会瘫痪 后面的车堵着过不去 人的火气越来越大 这个火就是肝火 这个肝火和湿气一搅和就形成了湿热 所以我们想要清理湿热 一个是要健脾化湿 一个是要输干泄火 如果是湿气比较重 上火的症状一般就不太明显 比如说身体很容易感到困重 疲惫 嘴里连力不清爽 头面部挨出油 没有食欲 一吃饭就恶心想吐 大便也非常的粘腻 臭汇 容易粘在马桶上 舌苔也非常厚腻 这个时候就要剪皮去湿了 如果是上火的症状比较明显 比如说容易口干口苦 容易长口腔溃疡 脸上爱长痘 眼睛红肿干涩 大便也比较干燥 舌头颜色看起来很红 舌苔又黄又腻 那这说明体内的热症比较重 这时就可以清肝泄火为主 不过要提醒大家 中医看诊讲究辩证 如果大家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 建议你及时就医 辩证清楚后再用药 插 好